應該要讓人家看 去研究他 因為他真的很有趣 我們來看他的整個 他年輕的時候 他當時很有錢 所以對於他來說 這個戲劇就是一個很素雄的事情 他跟阿嬤又看過戲 跟阿嬤去看電影 他說他就是戲劇 就是現在說的FANS嘛 對不對 所以說 如果是善恰人可能沒辦法 沒有啦 這是有一個家學在那裡 第二項就是學生的時代 他在台北高頂學校 我的學長徐盛楷 他有說過 這個台北高等學校 當時是為了收集舊台灣 所以不只他 包含他的哥哥 大家都會說到相風 不過有一個 現在已經沒存在的東西 叫做人影 是他們那班的班級刊物 其實有在上面刊一個東西 就是他對國風教團 順艷的一個紀錄 當然現在是沒看過了 不過在他的自傳裡面 也有一些 他說他看到什麼東西 而且這個東西也影響到後來 就是台灣演劇的驚喜 這時候就已經開始掛齊收集 然後在後面 前面就是什麼叫本 我要先說 大家一般都會說 王友町三出 黃昆斌三出 不過我感覺是 這些東西一定是道地下的 不可能說黃昆斌一個人都寫完 他就是不冷靈才會去找他 所以應該有很多 王友町在收集的部分 還有有庇教的評論 他覺得庇教是一種社會的教育 再來就是 來到日本之後 就沒辦法算庇教 前面也沒有人 第二個 我覺得這個時候的 王友町把重點放在前面的改端 整個改端的問題 就是大家要怎麼表記 大家要怎麼說 大家要怎麼寫 所以才有大家的研究 台文的研究 有庇教的評論 我非常嘉義在裡面的一篇文書 他好像有一半 沒什麼完 叫做三百英台在台灣 我有夠嘉義在台灣 我感覺真的看到 台灣有這樣一面 原來故事是這樣寫的 真的很不一樣 還有在這裡 我感覺要注意的 就是電影的部分 其實後來比較是 你如果問現在在這裡的人 平常是大家有在看神教的 還看舞台的牙手 我看應該沒幾個 因為現在的五路的牙手就是電影 所以我感覺是一個 在時代在走的人 所以在最後 他在劇院 就是在雞尼裡面 他的文雍是很... 很冷凍、很好 還有那個公演 待會兒可以看到 美麗桑給我的胸皮 胸皮也是很趣的 他是一個跟時代走的人 所以裡面也有很多時代的事情 他也可以動作一個台語文學的開始 所以我們就來看 對我來說 他是一個很青春的時候 他就發表這篇文書 一樣 我們把段落大工拿出來 你就可以看到 他的序論之後是 保留過去的台灣文化 了解台灣 他們被對這個東西的關心 所以第一項是在說戰前 第二項是說戰後 我要先說 這個戰前跟戰後 不是大家想的 說會日前打給我 不是不是 這麼說的是盧溝橋事變的戰後 所以說他在這裡 頭前立書的飛高 後面他把混沌三個藥店 演員、根本、還有觀眾 我感覺在這個時候 你可以看到 台北高峰是一個很好的學校 所以很多時候 政府也很好 我記得他的字傳裡面 他還給長谷川青總督接見 他說他那時候感動 所以說那個時候 雖然說有意思就是台語重要 但是你看一下 他說台語時限很特別 但是台灣人的手 抵不住台灣人的嘴 台灣人的手跟不上台灣人的嘴巴 講得太快了 所以那時候其實對台語 雖然有意思沒那麼強 另外一個是各個因素的漢格 包含演員的部分 他覺得演員就是一般 我們覺得是下酒瘤是建業 就是讓人看不見 所以演員大家都住在座會 所以沒有自己一個人 可以去時刻的招呼 再來日本的地方 都是日本人來寫 日本人也沒有跟台灣人 當作一回台字 但是日本人寫的東西 跟台灣人感受到的就是不一樣 再來觀眾 觀眾就是沒辦法覺得 上面的人很讓人尊敬 所以看不見 所以這個我用咬一下 各個因素之間的漢格 所以對他來說 他那時候拿兩項公愛來改革 第一項就是我們不要亂 亂說原來氣球有這樣的意義 台灣人對氣球的看法改變 另外一項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天津的循環 就是要有地勢混著力來 這個天津的想法一直到前後也是這樣 不過我覺得那種天津就是核心了 核心就是覺得我們可以用教育來改變一切 我自己當老師之後發言不可能 你若是教育來改變國中你就知道 你越說什麼核心越壞了 這次我運氣有一項好 因為沒有學習的鐵戰 所以我拿到這項高潔西渡 王佑敦就是這個丹老爺 我在那裡有啦 旁邊這個人應該是黃昆斌 這個就是他旁邊這個拿一個牡子 以前幾兩罐有一次就是想說 要知道裡面的人有什麼人 不過都沒有人來回 不知道是沒出去還是怎樣 所以現在也是跟大家說一下 如果你們有認識裡面的人 有看到這張 歡迎來告訴紀念館 我們很想知道這樣 我推測是黃昆斌 我在網路上找到一條黃昆斌的胸 有一點同樣的 這是第一次出去 就是在1945年10月25年的行星指標 對我來說 那時候他是這樣 第一次都說過了 我不要再花時間說了 反正他就是那個時候 遇到兩個問題 第一次就是要怎麼寫 用台語 不過我們就是立文要怎麼寫 所以用掛材的方式 第二項掛材的方式以外 台灣人不會說台語了 大家都臭靈台 不要說別人 我現在在教台語 我也是臭靈台 也是有很多人不會說的 就覺得研究受到限制這樣 不過他這次合作後 1945年的冬天 他組了一個疫情的研究會 所以他兩個人合作的第一項就是 1945年的行星指標 還有陶造兵 陶造兵因為 傳見是這樣寫 不然我覺得應該翻成陶兵 國際啦 再來 1945年的寶寶 相處到幻影 幻影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你如果看台灣演繳的經濟 你會看到他說 新派繳就是一點不好 就是沒歌 台灣人都很習慣 要聽歌 怎麼可以沒歌 所以他說幻影 他是用歌劇的形式寫的 我推測是Opera戲吧 大概是那個感覺 不過很失敗 他說不好的回應 再來是青年紀錄 剛才也有人說過 這是1946年 再來是十年後 十二後 我們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下來 不過有搬出來就是了 再來他自己搬 男主角的 別看他 現在我們都是這樣 感覺很嚴肅、老老 不過那時候是 整個台南、整個富士 大家都說 丹老爺、丹老爺 對不對 所以演技受到肯定 很會有搬 所以他跟文化學會合作 都是改變中國的 一個是雄福西的土戶 這個演出時間後來比較重 是因為榮英宗有在中華立報 在寫 另外一個是成全的野玫瑰 是一個諜報劇 戰後初期常人演的戲 再接下來就是他有寫 但是維護搬 就是這個獎學金 因為基本上他寫完之後 他就是因為那個青年之路 有提示進戶 所以進戶就開始 對他這樣 我們有做記號嘛 所以後來這個就沒有拚了 對我來說 我會覺得這個作品會歡迎 這個後初期的社會現實 第二項是加挑戰的 不是說要停在這裡 我們來試試看 怎麼拿到更多的人來看 都一樣也是很簡單的 不過不能停在這裡 這是一個很積極向上的精神 再來就是外國性改造的台語 所以他這個時候 尋到的問題就是 演員的台語不準 沒辦法去表記台語 除了這個以外就是中華立報 這個中華日報 現在是有這個日文跟原文 很感謝台語館做出這個 真是研究得好幫手 因為中華立報很難找 這個如果去台圖看微卷 是糊成一團 然後去台南市圖書館可以看 可是有些已經被人家剪掉 所以這個我現在覺得 這個真的是太感動了 非常的感謝 對我來說 我覺得這時候 其實你要注意到的是 他不是一個人 所以這個可能也代表說 那個時候的時代風氣 這個大家不用講了 大家都知道 為什麼會有他 就是他跟弟弟黃坤彬嘛 然後一直到介紹他榮映宗 榮映宗那時候是中華日報 日文版的副刊編輯 所以他們的共同接點 在中華日報日文版副刊 那在這裡啊 王玉德發表的東西 很多款的 稀釋什麼春戲 然後劇論 就是我們剛才都講到了 例如說那個什麼光榮的 光輝燦爛的荊棘之道 隨筆 隨筆就包含各種 然後評論這樣 我自己重視到的有三篇 第一項就是這個 第二項 《魚塗護言書之意》 第三個透過戲劇 那從這裡我們得到一個結論 就是在這裡 他是因為 宇宙的地位要拿得比較高 因為是一個中華的藝術 文化的結晶 第二項他就是 感覺說要用宇宙的力量 專桌現實的動力 第三項呢 他這時候也是強調 說帝氏紋主要有作用 你要出來領導啦 不可以說你就在那裡 我有很多知識 我都沒有去做 那是象牙塔嘛 再來就是扭轉 從業現象 他在透過戲劇裡面 寫了很多甘骨壇 為了要賺錢 然後為了讓大家看到他的負債 這樣很疼的 然後再接下來是 重新審視新派劇 我就說他是一個 在對世代進步的人 你不會說 我以前覺得新派劇很好 就很好 沒有啦 你就想說 那時候變成政策的工具嘛 進步的用 算得太多了 大家都五樓 五樓勞不夠用了 我感覺那也跟他老師有關係 老師剛才也在東西有 高雄 所以他是一個很認真挑戰的 堅持全力以赴的 所以我整理 我覺得他繼承台北高校時期 沒有改變的就是語言 再來就是知識分子的投入 再來要把戲劇工作做的題材提醒 第二個有改的部分 就是新的時代要有新的題材 還有氣球是可以教育大眾 所以不只是對一個東西 希望而已 我是對很多東西 我都覺得可以試試看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進行戲劇的實驗策劃改革 我要說話完了 他之後有劇論跟書評 我把重點集中在劇論 來,不好意思 這裡 我都按太快了 好,有沒有看到這個微微的週記 我找不到任何圖片 這個好像有這個 林海英的作品得到非常糟的評論 微微的週記裡面沒有半句台語 全部都是國語 然後他還在上映的時候 把它改成微微的日記 他說 這個完全不是台灣人的生活 它是寫一個外星人的中上階層的生活 所以後來他過十年之後 再去看第二次台灣的電影 就是兒子的大玩偶 他怎麼說呢 他幾十年之後 他到1953年復學 他先進行學術活動跟文學活動 這裡有一個像中和語 學寫小說 我覺得其實有一點重要 他把一個叫作 哪個叫作 優衣桑的人學寫小說 他的小說在台灣沒有翻譯 可是我覺得這裡是跟文壇的接點 我跟日本的文壇是有連接的 所以他的雜誌投稿裡面 就是我剛才講到的華僑文化 然後這裡其實在紀錄跟保存台灣的影劇文化資料 我如果是沒有寫就不去了 例如說他的三伯英台 最后不是大家變成黑鍋 沒有 大家要去地府 還要心伴 所以保存文化資料 我真的講不完 抱歉 再來台灣青年社之後 我們會看到這裡有很多的劇品 包含我列出來的這些 那我們簡單的來講 持續關懷台灣影劇的發展 創作的自由 反映現實 這就是台灣現在沒有的東西 我在海外看到 我要講 再來台語的文壇 他永遠樂觀積極 呂樹上他說 只要有呂樹上這樣的人存在 台灣的戲劇就永遠有希望 看到兒子的大玩偶說 雖然沒有批評政府 但是我覺得看到這個東西 我們台灣以後的戲劇就有期待了 所以最後我們看到他最後的作品 喬琳 這個是在世代花的盤子 他花很多時間 但是你看也知道 我這樣說有一點 抱歉 服裝什麼都有一點 對不對 沒有辦法表現出這個帥哥美女 所以聽說 搬完之後沒什麼歡迎 他有一點痛苦 但是我覺得在雞娘裡面 第一個就是為了世代花的 第二個 雞娘跟花婦坑後 有什麼東西放作 他都是在外國雞娘的事情 他有一些諷刺 可以團結台東運動的人 他的語言 他不是像用台語 他用很多國語言 這就是因為 我要歡迎現實 現實就是 不是像一種而已 第二項就是 已經有新手的台語表記的方法 最後就是很觸美的 他能運用 就像我看到他 我記得他說什麼 什麼 什麼 變高人 那是什麼東西 後來發現是 當時日本有一個人 在寫那個房中術的書 是一個台灣人 然後呢 也有講到窟英函 探籍 就叫窟英函探籍就好 你要賺錢去學窮和賺錢 然後還有像那個什麼 你什麼東西都四人幫 口袋打一槍也是四人幫 這個押韻我印象很深刻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看得到王玉德的手法 他反映現實 然後善用台語 促進社會 而且與時俱進 所以最後我的結論是這樣的 頭一個 他保存僻僻僻僻僻僻 還有在地的文化 第二個要提醒僻僻僻僻僻僻 第三個希望可以 教教廣台的觀眾 還有鄉時無言的修容 這是要歡迎現實嘛 所以再來 他要用台語好勝的地方 去那些人 投其所好 投觀眾所好 去進行一個創作 創作要有自由 歡迎現實的生活 與時俱進的觀念 所以我覺得 知識分子要負起社會責任 那實際的創作演出 以及解決台語表記問題 這個等於是他 後來一個很重要的主軸 那最後我們會發現 他透過戲劇 來進行社會的教化啟蒙 不好意思 我說很久的 謝謝大家